本来消息 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康复国际百年庆典致贺信 并在全国住残日之际 向全国广大残疾人及其亲属 向广大残疾人工作者致以亲切问候 向关心支持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国际组织和各方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习近平指出 康复国际是残疾人事务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组织 为维护残疾人尊严 保障残疾人权利 增进残疾人福祉 做出了不懈努力 中国积极支持康复国际工作 用实际行动推动发展中国家残疾人事业发展 增进国际社会对残疾人的关心 为国际残疾人事业贡献中国力量 习近平强调 中国对残疾人格外关心格外关注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将进一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 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 共同推进国际残疾人事业交流与合作 不断增进人类健康福祉 康复国际百年庆典 由康复国际主办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承办 21号在北京开幕 康复国际残疾人事业